黑上衣腰部镂空 搭配帅性黑宽裤 以实法造型亮相 乐天拉队女孩林湘 双手插着口袋 挺直走在伸展台上 自信眼神超杀 跟着前方高个子的模特走秀 丝毫不逊色 乐天拉队女孩林湘 虽然不能跟着中华队前进日本 她14号惊喜出席东京时装周 穿上台湾设计师 申子晴的服装品牌 林湘说 首次走秀出体验超紧张 因为是很多人向往的舞台 带着毛帽站在色谷街头 开心比赞 林湘向日本球迷喊话 听到你们的呼唤 所以我来了 她这次东京时装周造型 让人眼睛为之一亮 林湘还透露 有时间会去球场看比赛 让日本球迷为之疯狂 同样在今年赛 人气高的群群被曝要退出 拉拉队 正在球场边 迈力跳动 中信兄弟拉拉队女孩群群 甜美火辣身材 被日媒封为台湾第一 拉拉队美少女 根据周刊报导 群群面对后浪推前浪危机 想要转型当演员 传出要加入 飞闻男友柯震东的经纪公司 强调没有要离开中信兄弟 拉拉队也有一直参与 练武和春训 群群听到传闻 气上活现澄清是有人烂说话 对此柯震东经纪公司也发声明 并无与群群有签约相关计划 拉拉队女神是球迷精神领袖 一举一动兜 备受关注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